政府在2023年9月推出24小时服务的照顾者支援专线 182、183 提供即时咨询和辅导、外展、紧急支援和转介服务等 事实上直到本个月中 专线已经接获超过14,600个来电 平均每一天会接获大约80个来电 在众来电当中 查询有关寻求情绪辅导和社区支援服务 分别割占35%和24% 照顾问题或者财务问题分别割占15%和7% 余下的就涉及了健康和房屋问题 以及申请暂负服务等等 另外专线曾就17宗个案以外展方式提供危机处理 以解决照顾者或者他家庭的言微之急 缓解照顾者的压力 自从2023年的12月开始 写出要求135间参与改善马威计划的私营安老院 善用政府资助的指定住宿站托宿委 说有需要的长者提供日间的站托服务 有需要的长者是不需要通过任何转介或者经济审查 都可以即时得到资助日间站托服务 新措施在去年12月推出 到今年2月这三个月期间 累计大约有20人次使用 我们会从今年的第四季开始 邀请175间参与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计划的服务单位 为所有有需要的长者提供资助日间的站托服务 同时57间遵作的长者日间活力中心或者单位 继续会提供一共268个指定的日间站托服务名额 连同上述两项利用私营或者自负盈规服务机构容量的新措施 提供资助的长者日间站托服务的点 将会扩展到367个遍布全港 在2024到2025年 我们会继续全力支持照顾者 措施包括了继续扩展站托服务的网络 推行全港的宣传活动 加强蓬佩支援服务 并准备增洁四间 专为精神复原人士照顾者 而设立的家长 亲属资源中心 向乐龄及康复创科应援基金 额外注资10亿元 已成立21支专队支援特殊学校尼孝生 以及他们的照顾者